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8月21號的 股海弘揚 我是洪遜 台北股票市場呢 今天指數的部分小漲的3點 其實呢 如果不是因為期貨解算的關係 我認為 他今天是不應該會是漲的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整體技術線圖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呢 目前還是一樣 他還是遇到一個均線的反壓 那這條均線的反壓呢 他會提供一個賣壓的調節性賣壓出來 那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呢 就是指數的部分 已經越來越接近之前的缺口套牢區了 那當我的指數呢 反彈到缺口套牢區的時候呢 會有兩個賣壓出了 一個叫做我從低檔 8月6號那天低檔的反彈上來的 獲利了結的賣壓 第二個呢 就是我從這個缺口開始下跌的時候 反彈到缺口附近的 這個停損的賣壓 所以呢 現在台北股票市場就會遇到 這兩種賣壓呢 導致有一些買盤 他會開始去做縮手的動作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8月6號那一天呢 他是戶盤的資金來去做淨產了 所以這些戶盤的資金 他並沒有打算要把台北股票市場 拉到天上去喔 他只是要讓台北股票市場呢 撐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不要跌下來而已 那既然呢這些買盤呢 他一旦看到指數開始回穩之後呢 他就要開始縮手了 他就要開始縮手了 所以你看到說台北股票市場呢 今天開始走一個量縮整理的格局嘛 今天的量呢 已經只剩了大概1000億元左右 已經創下這一個禮拜以來的新低量喔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進入一個量縮整理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呢整體的多空趨勢 就要進行最後的一個表態的動作 那以現在的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上面的缺口壓力短時間要過 難度非常非常的高喔 因為你這個缺口的量 他是帶有1500億的量了 你現在的量只有1000億元 所以這個量呢 是沒有辦法去把缺口給補住的 就算他把缺口給補了 他也很快的會做一個回撤的動作喔 那在整體的在一個 費波男子系數裡面呢 他裡面有提到一點喔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測試一個 就是要去計算一個 漲幅的滿足點 或者是跌幅的滿足點的話 我們會從高點跟低點之間 相加除以二 那這個相加除以二呢 就等於說現在大盤的 未來指數的滿足點 漲幅的滿足點會大反彈的滿足點 會大概在哪個位置點上面喔 那如果你去計算的話 大概在10587點左右 所以呢他就會在這個地方呢 去形成一個短線上面的一個 我剛剛講的上檔呢 他有缺口的一些反壓出來 下方呢也有一些 獲利了結的賣壓出來 所以這兩個賣壓呢 就會讓指數的部分呢 橫盤在這裡喔 那均線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呢均線的扣底值在扣底這個位置 既然他還在扣底高的地方呢 短期間之內呢 均線他是沒有辦法 去轉為上揚的 那既然沒有辦法 去轉為上揚的話 他會提供一樣嘛 均線是一條下彎的均線 就葛蘭幣八大法則而言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空方的趨勢對不對 所以整體的趨勢面 他還是往下行的 所以在操作方面 你就必須要保守一些喔 不只在台北股票市場 包括櫃買市場也是一樣喔 今天一樣 又來挑戰月均線的反壓了 那這個月均線的反壓 未來會不會越過 這是第一個要點 那就算越過了 他如果均線沒有方位上揚的話 基本上呢 整體的空方趨勢 下跌的趨勢都沒有改變喔 所以呢你的操作上面 就不能用追價的方式 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抓準機會在做佈局啊 不要硬做 因為你在硬做的時候 看到很多的股票可能在漲喔 那這些在漲的標的裡面 你要是硬去追價的話 是非常容易套在那個高檔上面的喔 那現在我們再回歸看 那個美國稻窮的部分 美國股市是影響全球最重要的關鍵 包括台北股票市場 也會受到美股的影響 因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市場對不對 那昨天道琼股價指數呢 是下跌174點 我有提醒過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總統在這三天 連射三把劍嘛 包括第一天 他先延後了對中國的關稅課增 第二天呢 他又跟大家講說 他準備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第三天再跟你講說 他準備要 他就是把華為的禁止令延長90天 連續三天的利多出來 怕怕怕 道琼指數連續三天的上漲 但是呢 他的上漲的幅度 其實只有越過之前大跌800點的 那個高點而已喔 那整體的月均線的部分 你也看到了 月均線他也是一個下彎的均線 所以居然均線是下彎的 就代表說美國股市現在還是一個下降 還是一個往下行的一個空間 所以轉折根本就沒有出現 轉折也還沒有出現 那在我沒有轉折的盤勢裡面呢 你就要特別的當心喔 因為那我現在呢 向上的空間他是有壓力在的 比如像說我上面有個鍋蓋 我下面有個鍋蓋存在 那我上面這個鍋蓋 如果連續頂都頂不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繼續往原趨勢的方向 來去做前進喔 所以這裡呢 你不能太過樂觀 搶反彈你要有方法 那你如果搶不對的話 很多老手是死在搶反彈的喔 這個大家特別當心喔 所以呢 我現在的指數的部分 道瓊指數他的反壓區 也是沒有過的 所以昨天頂到反壓區之後 馬上就下來了 頂到月線就下來了 所以 整個道瓊指數的方向呢 他還是一個往下去做 測試支撐的一個動作 除非未來喔 整個道瓊指數 又回到均線之上 甚至呢 帶動均線翻揚向上的時候 他才是整個趨勢開始改變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的操作 務必要保守啦 保守因應 你雖然看到很多的標的 可能開始在活蹦亂跳了 但是呢 你如果還是用追加的方式 是把你自己的資金 暴露在一個風險當中喔 因為就葛蘭幣八大法則而言 現在是一條下彎的均線 均線是往下行的 他會做一個反彈 他會做一個反彈 這個叫超跌段的反彈 所以在8月6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票市場 他現在進入一個極度恐慌 那這個極度恐慌的 未來一定會有一個 反彈回撤均線的部分 那現在反彈回撤均線了對不對 那現在反彈回撤均線的時候 問題是均線他現在還是下彎的 居然還是下彎的均線呢 反彈上來他必須要怎樣 他就有可能再往下去做徹底的動作 所以呢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正式翻揚向上 就是在均線轉為上揚的時候 所以你的操作呢 務必要遵守公式跟方法來做運行 但你的操作方式是對的 你只要把你的節奏上面掌握好 那你看我們之前 我們在帶領單股會員這一年來喔 從去年8月到今年8月其實指數並沒有漲喔 從11000點到今天 總共現在指數的部分還是10500點而已 指數是跌的 但是因為我們利用個股之間的 大賺小賠的一個節奏方面下去做操作的話 總共只有出手14趟 但是對了11趟 這11趟裡面呢就幫我們創造了多少 就創造68.3%的獲利喔 裡面三趟是虧損的 我們一樣把它扣掉 這三趟虧損裡面呢 我都是維持在10%以內 我就讓他做停損的動作 不會讓他超過10% 所以呢你的操作節奏是對的 你可以利用大賺小賠 然後呢在股票市場當中 就算指數他的表現沒有太好 你一樣可以利用金流的方式 去挑選到未來的機會喔 那這個未來的機會抓準了 你只要運用對的方法 未來獲利呢 自然會慢慢的去累積起來 所以呢一檔接著一檔來做 你真的不用急 時機對了 自然股票就會來了 那現在呢有一個 單股週年慶的大優惠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的績效年報酬率來到68% 所以呢我們順勢推出一個168方案 你可以撥通電話 028773-8859來跟我們討論 來跟我們洽詢這個168方案的部分 你來電直接指明你要168方 因為呢 這個部分呢未來單股會員的操作 我們會 我們會運用整個金流方面呢 再搭配整體的技術面呢 來去幫你們做最好的規劃 尤其在行情呢 準備如果在未來的幾週 均線開始扣底低值 等到我的指數開始翻為多方的時候 我們就要大局的去做進攻了 什麼時候會發生哦 我們只要時機一到 自然會做動作 自然會做動作 所以呢 你要趕快來電指明來168方案 因為等到一開始 我們開始動作的時候 你想要你還沒有跟上腳步來 那你就會慢了我們很多步哦 所有的內容我都會放在我的Light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的小老鼠 BYR2551V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我們明天再次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